大家上午好,我叫郑杰,我来自Vanova NCVU的一名区域网络研发工程师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面路级的一个网络分片,是VDK 这个主题还是属于NV的一个范畴 这个是今天的域导,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是一些网络分片的背景和一些观点介绍 第二个部分是虚拟网络的一个框架 第三个部分是引用的VNF的视线 抱歉,这个有点这么切,然后我把它... 这个是引用的VNF的视线 这个是引用的VNF的视线 这就是引用的VNF的视线 对,这个是引用的VNF的视线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一个引用的VNF实线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一个引用的VNF实线 主要是一个Error的虚拟变化 然后,它的实质是一个VNF 然后,第四个部分是实验数据和一些总结 首先,我会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什么是网络分片 然后,网络分片是那个随着5G网络 然后引进而产生的一个就是流行的一个数据 那么,大家知道在那个4G网络这个时代 然后,4G网络不会对服务进行区分的 那么,在5G网络这个数据带宽会有较大的提升 那么,除了对这个无线的宽带接入 它还支持更多的使用场景 然后,并且对每一个场景会有不同的网络质量需求 比如说,大卫博的那个互联网可能需要较高的带宽 还有一些制度驾驶 可能需要一些较低的实验和较高的可能性 那么,网络分片强调就是在这个同一套这个物理基础设施上 然后来实现不同的区分的这个网络功能 那么,这个网络功能实际上相当于就是一个分片 那么,一句话组织来说 这个5G网络分片相当于就是 服务商提供了一个端上端的 然后针对这个利用需求而采剪的一个网络功能 那么,这个网络分片和NV以及SDN技术有什么关系呢? 嗯,实际上在这个NV的这个白皮书 就5G白皮书里面 然后会发现这个NV会把这个 网络切片作为这个5G关键技术把它放在第一位 对,然后无论是从这个网络分片的模型还是概念来说 它一方面强调这个共享技术 就是一方面强调端端端的这个服务 所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网络分片 依赖NV或者SDN技术 但是呢,网络分片它这个服务的关键性 嗯,有两个方面的这个体现 比如说它是一个高性能的 它可能会就是那个,它可能会要求一个低时延或者高点宽 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是一个高口运的 然后对服务的研究性有比较大的需求 然后下边我们会,我会有 从面图程序,路里面图级别 然后来产入一下我们对这个 虚拟网络的这个框架的一个减绕 嗯,首先这是一些观点吧 然后对这个,网络分片的一些虚拟网络的这个观点 然后,首先这个虚拟网络它必须要运行在那个 大容量的扣扣,那个交换机或者服务器上 然后这个是和NV规范的这个对硬件的这个需求是一致的 然后,嗯,有两个方面的这个原则 或者说哲学也好 首先,第一个是在这个 NVV,VNF,就是虚拟化的网络功能 它离这个基础设计网络越近的话呢 那么它就招收到的这个,这个代价就会越小 嗯,大家应该都知道在这个 NVV,基础设计overview,那个规范文档当中 然后,Vswitch,Vswitch,它是连接VNFC 和这个基础设计网络的一个接口 它是在这个Hypervide domain当中的 那么在这个框架当中 会把那个Vswitch移除 VNF直接 VNF直接 直接接入这个救生网络 嗯,主要是通过SROV的这个 VNF的这个方式 接入网络的 那么 虚拟网络的功能呢 不再是由这个 VNFC以下的这个救生网络来提供 相反,它是由VNF 它是由这个框架的控制面 或者说管理面来辅助完成的 然后 嗯 它是 实现在VNF当中的 嗯 这样做的 考虑这样做的 理由就是 因为在这个 VNF NFV平台里面 VNF是一个可信的环境 那么我们可以 就是 嗯 把一部分 这个 性能 把这个 虚拟网络的功能 交给VNF座 然后 这实际上是 这种管理和性能上面的 一个折衷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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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 几个几个条目是 嗯 我们整个做到这个事情的 首先在这个 人内定义数据中心当中 啊 TOP是一个 可知的 或者说可控的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 可以手中输入这个 TOP 或者说是那个 啊 通过那个 采集的方式 来感觉这个 TOP 然后我们可以 这个 在一定程度下 可以量化那个 网络的这些支援 比如带宽 比如说 总的那个 下来的数 嗯 还可以经典 这个 这个 网续 TOP 然后主要通过 管理面 来做这个事情 嗯 嗯 然后 对这个数据面的转发呢 然后 VIF 来强制的 在这个 嗯 强制的来进行 能量的转发 然后来达到隔离 嗯 然后 第二个部分 是一个 Firmwork 的这个 警戒 嗯 首先 大家可能 大家应该都知道 MV 那个 非常经典的 体系接触图 然后 通过这个 虚拟化成 然后将这个 硬件的 计算支援 存储支援 还有网络支援 把它虚拟化 然后提到 虚拟化 虚拟出来的 这个 计算 还有这个 网络 然后来解决 MCE使用 然后 然后 这个 空间的 然后省去了 那个 存储的 这个 这一部分 然后 主要是有三个层次 然后 VNFI 就是 网络 然后 最下边的内层 然后中央内层 FVI 的 这个 计算 然后上面 跑的是 那个 VNF 嗯 嗯 嗯 FVI 计算的话 这个 SRV VF 网卡 然后 中央内层 没有任何的 VNN VB switch 嗯 这里 主要说一下 这个 就是网络 这个 对网络需求 来说的话 它首先 下边的网络 它是一个 可以是一个 不联系 不连续的 是一个可以多分段的 然后 每一个计算机员 可以 接入这个 多个 这个 网络分段 然后每一个网络分段 它是一个 NF的一个 区域 一个 广播运 然后每一个分段呢 它是 可以采用它自己的二通技术 比如说那个 SPV 或者 最短东西叫SPV 或者TREAL 等等等等 然后 我们把那个 SPV 或者TREAL 放在这儿的原因 主要是 因为从我们整个 这个管理面的 这个角度来说 多多少少会 多多少少借鉴的一些 他们的这个 智能路由 然后来解决二层交换 什么一种思想 嗯 这个是那个 Logic Proof 的一个结构 然后是图 然后 这儿有一个 VNFC VNFC 然后它是一个 VNF的容器 然后在 VNF的那个 规范里面有 谈到 然后 它的广域上 是一个 承载VNF 组件的一个 呃 容器 它可以是在 可以是一个 具体的形式 可以是一个 VNF 可以是一个 容器 或者说 纽金属 然后 嗯 嗯 VNFC 这个容器 它会 就是通过 直接的 控制面子的方式 然后 接入到这个 就是说是网络的 那个 那个 然后 我们这儿可以 它的那个 那个 什么是一个 就是 就是一个 相近的 两个 VNF 接入到 同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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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段的 然后这两个 就是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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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了这个地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一层的那个Logitope的一个视图 然后就是显示的是一个竖型的这个Logitope 然后从下面这个Slide,然后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Logitope的一个介绍Logitope 然后整个抽象成那个网络服务 首先那个网络服务肯定是它的主要目标肯定是要来真实这个服务内容 然后它在这个管理面的那个写条下,然后它支持两种那个网络服务 也就是说两种那个Logitope 两种Logitope,一种是那个五线型的这个服务 这个就是说在两个跟FCM两个容器之间 进一的两个容器之间,那么我们可以在管理面的这个写条下 然后继承它的之间的最短路径 然后这个项目中使用的是一个DJ斯特拉的一个算法 然后来计算它的最短路径 然后一旦这个路径计算下来,那么它的这个在上面转发的数据包 然后它的路径也就定下来了,这个是由MIF前任执行的 然后它的转发方式呢,有两种,不是 转发方式就是整个路径上的转发方式 它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转发或那个标准转发 然后这个我们在数据面 或者数据面的那个介绍中会详细说 然后另外一个是模拟的NIF,然后这个是ExcelonMine 然后这个是一个多个,这是多个MIF的容器 然后接入到这个Logitope当中来 首先要在路径的拖铺当中 然后来给定这么多个这个MIF的容器 然后我们要基本上它一个最小的那个生存数 然后这个生存数,然后我们这边使用的是Prim的那个算法 然后转发的话呢,对于那个边界的叶子一点的话 它是基于Mac地址就转发的 然后中间的是举标签住的发的 然后单波的话呢,这个单波的话就沿着数的 数据拓铺的那个两个节点之间有一个垂直的路径 就是一个从源头开始复制 然后Formation的这种包含复制 然后这里边是那个,在整个竖型拓铺当中 只有一份流量在每一个竖型的那个分针上 所以说这样的好处就是节省了那个带宽 以及那个BIM里面转发的那个开销 然后这两种都 这两种,这两种那个took也有那个共同点 比如说它们那个,它们那个,它们那个,全种的这个尺寸是那个统一的 以及它那个,这是E3P,E3P放在后边来说 嗯,下面是一个VNF的实现 然后这个VNF呢,然后 咱们可以从那个外部网络的视图来看 然后,这边那个红色的是一个VNF 是一个VSWG的一个神秘 然后这个VSWG是由VNF和VNF来提供 然后绿色的也是一个VNF神秘 然后是两个分开的 嗯,那么,它距离的组成呢 是从,从上面的这一层 那个VNF-C的那个VNF主件的这个视图可以看到 它,红色的是两个VNF-C 组件,然后绿色是三个 然后,嗯,中间这些Fabric View 是那个,就是真实的Fabric 然后它上面的那个物品链接 然后实现的是那个Server 然后虚线的那个,啊,我们节目机 然后,所以说,这是一个另一层的虚纹画 虚纹网络的这个一个组件 然后这个,这个VNF-C分两种 一种是一D级,就是一D级的VNF-C 就是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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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一个它的那个数据流的 这个一个流程 Depas 的一个流程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有三个 有三个 有三个VNFC 就是VNFC的那个component 两个EDGV switch 还有一个那个COVID switch 然后有三种端口角色 端口角色或者面中角色 然后这个面角是它的那个数据 是借鉴制PB封装的那个协计封装 然后第一个InCustomer Service Port 然后它是用来接入外部网络的 然后别的那个端口都是 连接不同VNFC之间的那个端口 然后呢 它的流量的话有两种类型 然后接入外部网络它是用VLAN流量 然后连接内部VNFC的流量 它是一个AMP20多线的流量 然后这个内部的那个VNFC标签呢 有没有它是那个 它是那个 采用的协计封装是那个 RTC-448-S9-500-MTRS 然后它也跟广义上说是一个那个 广义上的一个 OpenNet Mark inMark的封装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转发的话呢 然后 Service Port的这边 Service Port的这边 它是通过VLAN 映射到这个 S 嗯 映射到这个 啊 Service Port的实力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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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进入到 通过那个 查询那个 下一个标签转发项 然后 然后来把标签Push上去 然后 然后来 转发到下一个VNFC组件 然后 嗯 最左边 最右边 那个 VNFC 它是一个 镜像的关系 一个是把VNN 转换成VNN 一个是把VNN 转换成VNN 中间这个呢 它是一个 其实 CoreVC的这个 这个 嗯 它只有两种 能量的内型 一种是UniCut 一种是MariCut MariCut 它会在那个多树上 然后来进行 这个 多个分支的 那个 一个流量复制 然后进行转发 然后 这是那个 时间反而度的问题 然后 嗯 因为时间关系 然后我们去说 然后 嗯 在那个时间过程当中呢 然后 所有的转发表象 都是以这个 标签的集合的数量 然后来 按照这个 这个数量来进行 那个分配的 所以说 从右侧 最右侧这里呢 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时间反而度 是那个OE的 然后也有一个 另外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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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程度 然后这里面 采用那个 AE AXO SCE 指定 来做那个 变形插 然后得到 这个时间反而度 然后 下边是那个 实验数据 嗯 然后 很遗憾 这边有一个端到端的 那个实验数据的 一个测设 然后这只是一个 单个VFC组件的 一个 一个测设 那么 对于这个 Inline 来说的话呢 因为它 不及于 麦克地的转发 所以说它那个 单口 就是没有开启 敲键 就是没有开启 敲键 就是没有开启 然后过程之节 是那个 施节的一个 数据包 单口的话呢 它能够得到 14个mini PPS 然后对于这个 Inline的流量的话呢 这个 嗯 多波会的那个 圆的流量 大约是在 这个 12个mini PPS 然后 单口 然后 Scanning 程式 也没有做 嗯 然后对于 COVID水池的 这种VMC的话呢 然后这个 嗯 单口的流量 对于 UNIQC的流量 大约是14个mini PPS 然后 对于 多波的这种 流量的话呢 因为它 依赖于它的 现在多波面的 那波数 它有最大的 八个分支的话呢 最小的 1MPS 是八个mini PPS 然后 最下面的 是那个 NINSI 然后 那个 单口流量 是25秒 平均的 NINSI 然后 多波数25 嗯 嗯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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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虽然我们有做 DNABUN的 NINSI的 就是系统的 一个设计 然后 我们这儿有一个 那个简单的估计吧 简单的估计 简单的估计 虽然说不是很精确 也不是很完全 那么 它确实能给我们 一定的那个 起誓 就是端着端着 牛量等于它的那个 脱骨 脱骨 脱骨的这个 直径 也就是说 快有多少个 NINSI 就动多少个 NIN 分段 然后 它那个 单个的那个 平均在 VNMC的那个 实验 然后再加上那个 脱骨直径 加益成 那个 就是 每一条 就是那个 那个 非净的计算资源当中税 然后总体来说是一个网络这样优先的分配方法 然后那个资源过度使用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税当中 可能有这个资源资源必须要有一个量化的前提 那么我们这儿采用一个静态分配的 一个带宽运流的一个策略 就是这个面路可以分配出来 可以可以运用出来 你别的不能再使用 然后下面这个设想的VMF可能性的这个问题 它分两个 一个是每一条面路之间的可能性 一个是那个端端端VMF的可能性 然后实际上这个还没做 然后这是一个设想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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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